很多人把鸡蛋买回来却不知道怎么做好吃 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 而且更好吃 往喷中加入300克的家用蛋糕粉 打入五个鸡蛋 加75克清水 然后搅拌均匀 再用打蛋器打发五分钟 有黄色打成这样的奶白色 打成这样粘稠的状态 再加入75克食用油 慢速的翻拌均匀 电饭锅刷层食用油 倒入调好的面糊 电饭宝按蛋糕键 已经熟了 打开看一下 哇 真的太香了 这样做的蛋糕 蓬松轩软 香甜可口 真的太好吃了